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4年2月22日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甲晨年 的正月十三 今年是農年來的 為甚麼要說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今年的農年 李家超 出來跟大家說 Year of Long 叫得作洞 就糟糕了 因為逢有個洞字的東西 幾乎不是好事 穿洞 銀行召洞 沒有東西 是好事 適逢今年是甲晨年 過了農曆年 其實是未過的 農曆新年 正確來說 節日到了 是正月十五 即是到了元宵節 接下來的星期六就是了 所以 新徵頭 你就已經看到 今年真是沒有改錯名 真是Year of Long 不過漏了個字 是Year of Call Loan 我們已經可以 在香港不同的界別看到大量 的Call Loan Call Loan再說多次 慎防有聽眾 可能不知道解釋甚麼 Call Loan 即是銀行借錢給你 其實銀行借錢給你 那個叫做借錢的合約 是叫做Repairable on Demand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其實銀行借錢給你 他隨時有權立即收回 無論你有沒有還款 有沒有公息 有沒有準時也好 銀行仍然可以 在任何時候 Pairable on Demand 即是說 他一要求的時候 你就要全部 是Repair的了 就要還款 當銀行 要求你全數還款的時候 一般 香港就叫 這種做法叫做Call Loan 我們仍然看到很多 香港無恥的商會 嘗試胡亂解釋Call Loan的事情 所以這一節我們跟大家 除了講旅遊巴之外 要一一踢爆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事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方法很簡單 請各位記得幫忙 就是欣賞播放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記得真的要幫忙支持 話說香港 所有的資產價格正在大幅貶值 除了香港 的股票之外 還有 香港的樓市 然後附帶所有的其他資產 都正在貶值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 既然 是銀行利息再增加 這是第一個原因 由於現金 跟資產是相對的 所以當現金的回報上升 利息 就是現金的回報 所以 一加息 貨幣就會收縮 因為錢選擇回到銀行 寧願做定期收息 所以這是第一個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現在的利息高 拿著資產 資產 有一些是沒有回報的 有回報的 例如香港的磚頭 的士牌 小巴牌 甚至乎這節要說的旅遊巴牌 這些有租金收益 所以是有回報率的 有部分資產 是不帶利息的 不帶回報率 例如加密貨幣 所以你幾乎可以斷定 只是第一點 由於息口高期 資金就會從資產市場 撤出 所以資產價格會暴跌 再加上第二個原因 香港 大量的資金是抽走的 所以香港 原本這些 多數的資產是有泡沫的 即是炒作了上去 所以他們的價格也是暴跌 包括的士牌 小巴牌不用說了 小巴牌只是倒了九成 的士牌 倒了接近兩三成 從2019年計算出來 旅遊巴牌情況如何呢 旅遊巴牌 也是大跌的 由2018年 的高峰 大概是300多萬 再跌到現在 旅遊巴牌 現在的旅遊巴牌 大概是150萬多 即是說差不多 跌了大半 從2020年計算起 250多萬 跌到150萬 即是說 不見了100萬 但是比例相當高 接近40%以上 根據最新的行程 旅遊巴牌的價格 跌到133萬 所以 消息 也流傳 說銀行 不僅是對著小巴 接下來還有的士 還有旅遊巴 全部都會向這些 排主 這些 排主又叫車主 因為這些車輛 的牌照是特殊牌 正常私家車就不會叫做牌 因為車的車牌 是屬於那輛車 車是有車主的 小巴商會 也就著早前的報導出來回復 這個回復相當之好笑的 剛才我們跟大家也說過 什麼叫做call loan 銀行 借給你的貸款 是reparable on demand 即是說 銀行 在十足的時候 在任何的情況 都有權把全數的貸款收回 叫你立即還債 就算 你有付利息 就算你有準時 全部不是原因 所以 在 沒有任何default的情況 銀行 收回 這個情況也是叫做call loan 更加不要說如果是因為default default 即是你違反 那個 是 貸款的內容 需要按時供款 還利息 全部都是 正常的貸款裏面的條款 即是說如果你default 你是違約的話 被收回 這個 是100% 叫做call loan 竟然 小巴商會出來說要解釋 他說 銀行沒有call loan 是車主 看不好的前景 放棄供款 真厲害了 我在香港那麼久 我真的沒聽過 這樣的解釋 如果你車主放棄供款 你就只是債務違約了 是嗎 default 英文叫做 就是大家經常聽到的 債務違約 債務違約 立即 當然是repayable on demand 所以就叫call loan call loan 竟然小巴商會可以有其他解釋 這樣也可以解釋到 說是車主看不好前景放棄 是還款 如果我正在供樓 我看不好樓市前景 我放棄了 我不還利息 又不供款 然後被銀行打罵 那麼這個 那不叫call loan 那叫打罵 真是白癡 打罵就是廣東話術語 根本就是整件事 就是call loan 所以 看到你匪夷所思 香港現在出現 各行各業 出現建制派反駁隊 你說ARC周圍call loan 不是 是車主看不好前景 那麼業主看不好樓市的前景 不供款 被銀行打罵 那叫甚麼好 又不叫call loan 叫自願放棄 是不是 這些 學人做商會 連銀行call loan解甚麼都不知道 在胡亂演繹 你也算好笑 香港就是這樣 一大群 可以鄉下佬的人 跟你說這個又會長 那個又董事長 真的是笑話來的 你連銀行call loan解甚麼都不知道 小巴仍然是重災區 旅遊巴 都不枉多樣 牌價不斷下跌 很簡單 因為根本沒有遊客 以前就說 相當之暢黃 現在來香港那些 全部 是坐下來 叫菠蘿包喝杯奶茶就走 最多是菠蘿包和奶茶 其他東西 絕對不會消費 更加不會有一車一車的 歸家旅行團走到香港 所以那些 跨境巴士 那些甚麼叫金巴 其實也因為疫情封關的時候 幾乎 是貧臨死亡的 然後 再去到通關的時候 仍然沒有人流 那你說是不是想不死也挺難 現在 差不多 香港的藍絲差不多有一大半變成黃絲 包括當然 中原地產的老闆施永青 他說 接下來下一代會很辛苦 因為 背著大量的不是資產 是負資產來的 即是說現在香港出現了 是 90年代 日本 攻三代 經濟泡沫爆破 那些房子 幾代人都還沒有攻完 好啦 其實也不一定的 下有方法就不用攻三代的 快點賣掉就快點走 下就不用攻了 最後也要補充 簡單的法律概念 大家知不知道呢 其實如果你說好像小巴商會那麼有型 出來跟你說 我有錢也不還 如果 你有錢 也不還 你再 刻意 誤導銀行 關於你的還款能力 這件事 不單止 是違約那麼簡單的 如果 情況 是去到 提供假資料 這件事甚至乎 是犯法的 是刑事的 所以你也很難想像 小巴商會 竟然敢跟你說有大量車主 是看不到前景 所以故意不還款 這件事這樣解釋 簡直是自爆來的 香港非常之瘋狂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 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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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